列王记下 第一章 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 你起来 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 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 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你避不下你所上的床 必定要死 以利亚就去了 使者回来见王 王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回来呢 使者回答说 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 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 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所以你避不下所上的床 必定要死 王问他们说 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 回答说 他身穿毛衣 腰束皮带 王说 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 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 带领五十人 去见以利亚 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 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 五十夫长对他说 神人哪 王吩咐你下来 以利亚回答说 我若是神人 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 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王第二次拆遣一个五十夫长 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 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 神人哪 王吩咐你快快下来 以利亚回答说 我若是神人 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 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王第三次拆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 这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 说 神人哪 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 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 你同着他下去 不要怕他 以利亚就起来 同着他下去见王 对王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 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 所以你避不下所上的床 必定要死 亚哈谢果然死了 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因他没有儿子 他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 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 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列诸王记下第二章 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拆我往伯特利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亚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 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拆迁我往耶利哥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 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 对他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拆迁我往约旦河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一同前往 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 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 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 用以打水 水就左右分开 二人走干地而过 过去之后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以利沙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以利亚说 你所求的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 就必得着 不然 必得不着了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有火车火马 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 以利沙看见 就呼叫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后不再见他了 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 四为两片 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 回去站在约旦河边 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 说 耶和华 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 打水之后 水也左右分开 以利沙就过来了 主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 就说 感动以利亚的灵 感动以利沙了 他们就来迎接他 在他面前 辅服于地 对他说 仆人们这里有五十个壮士 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 或者耶和华的灵 将他提起来 投在某山某谷 以利沙说 你们不必打发人去 他们再三催促他 他难以推辞 就说 你们打发人去吧 他们便打发五十人去 寻找了三天 也没有找着 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 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 他对他们说 我岂没有告诉你们 不必去吗 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 这城的地是美好 我主看见了 只是水恶劣 土产不熟而落 以利沙说 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 他们就拿来给他 他出到水源 将盐倒在水中 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治好了这水 从此必不再使人死 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 于是那水治好了 直到今日 正如以利沙所说的 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 整上去的时候 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 细笑他说 秃头的上去吧 秃头的上去吧 他回头看见 就奉耶和华的名 咒诅他们 于是有两个母熊 从林中出来 撕裂他们中间 四十二个童子 以利沙从伯特利上加密山 又从加密山 回到撒玛利亚 猎王纪下第三章 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 雅哈的儿子约兰 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了以色列王十二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但不至向他父母所行的 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黎的住相 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总不离开 摩鸭王米沙 摩鸭王米沙牧羊许多羊 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棉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 亚哈死后 摩鸭王背召以色列王 那时 约兰王出撒玛利亚 赎点以色列众人 前行的时候 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 说 摩鸭王背叛我 你肯同我去攻打摩鸭吗 他说 我肯上去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 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 约兰说 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 回答说 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 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行七日的路程 军队和所带的牲畜没有水喝 以色列王说 哀哉 耶和华召聚我们这三王 乃要交在摩鸭人的手里 约沙法说 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 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 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 约沙法说 他必有耶和华的话 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 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 我与你何干 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 以色列王对他说 不要这样说 耶和华召聚我们这三王 乃要交在摩鸭人的手里 以利沙说 我指这所侍奉永生的万君耶和华启示 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 必不理你 不顾你 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 弹琴的时候 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 他便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 这谷必满了水 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 在耶和华眼中 这还算为小事 他也必将摩鸭人交在你们手中 你们必攻破一切奸诚美意 砍伐各种家树 塞住一切水源 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 四日早晨 约在献祭的时候 有水从以东而来 遍地就满了水 磨压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 凡能顶盔贯甲的 无论老少尽都聚集站在边界上 四日早晨 日光照在水上 磨压人起来 看见对面水红如血 就说 这是血呀 必是三王互相击杀 巨都灭亡 磨压人啊 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 磨压人到了以色列营 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 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以色列人往前追杀磨压人 直杀入磨压的境内 拆毁磨压的城义 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 塞住一切水泉 砍伐各种家树 只剩下吉尔哈列社的石墙 甩石的兵 再四围攻打那城 磨压王见阵势甚大 难以对敌 就率领七百拿刀的兵 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 却是不能 便将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 在城上献为凡计 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 于是三王离开磨压王 各回本国去了 列王记下第四章 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 哀求以丽莎说 你仆人我丈夫死了 她敬畏耶和华 是你所知道的 现在有债主来 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 以丽莎问她说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告诉我 你家里有什么 她说 婢女家中 除了一瓶油之外 没有什么 以丽莎说 你去 向你众林舍借空器皿 不要少借 回到家里 关上门 你和你儿子在里面 将油 倒在所有的器皿里 倒满了的 放在一边 于是 妇人离开 以丽莎去了 关上门 自己和儿子在里面 儿子把器皿拿来 她就到油 器皿都满了 她对儿子说 再给我拿器皿来 儿子说 再没有器皿了 油就止住了 妇人去告诉神人 神人说 你去卖油还债 所剩的 你和你儿子 可以靠着度日 一日 以丽莎走到书念 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 强留她吃饭 此后 以丽莎每从那里经过 就进去吃饭 妇人对丈夫说 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 是圣洁的神人 我们可以为她在墙上盖一间小楼 在其中安放床榻 桌子 椅子 灯台 她来到我们这里 就可以住在其间 一日 以丽莎来到那里 就进了那楼躺卧 以丽莎吩咐仆人 吉哈西说 你叫这书念妇人来 她就把妇人叫了来 妇人站在以丽莎面前 以丽莎吩咐仆人说 你对她说 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 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 她回答说 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 以丽莎对仆人说 究竟当为她做什么呢 吉哈西说 她没有儿子 她丈夫也老了 以丽莎说 再叫她来 于是叫了她来 她就站在门口 以丽莎说 明年到这时候 你必抱一个儿子 她说 神人 我主啊 不要那样欺哄婢女 妇人果然怀孕 到了那时候 生了一个儿子 正如 以丽莎所说的 孩子 渐渐渐 渐渐长大 一日到她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 她对父亲说 我的头啊 我的头啊 她父亲对仆人说 把她抱到她母亲那里 仆人抱去 交给她母亲 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 到晌午就死了 她母亲抱她上了楼 将她放在神人的床上 关上门出来 呼叫她丈夫 说 你叫一个仆人 给我牵一匹驴来 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 就回来 丈夫说 今日不是月朔 也不是安息日 你为何要去见她呢 妇人说 平安无事 于是背上驴 对仆人说 你快快赶着走 我若不吩咐你 就不要迟慢 妇人就往加密山 去见神人 神人远远地看见她 对仆人吉哈西说 看哪 书念的妇人来了 你跑去迎接她 问她说 你平安吗 你丈夫平安吗 孩子平安吗 她说 平安 妇人上了山 到神人那里 就抱住神人的脚 吉哈西前来要推开她 神人说 由她吧 因为她心里愁苦 耶和华向我隐瞒 没有指示我 妇人说 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 我岂没有说过 不要欺哄我吗 以利沙 以利沙吩咐吉哈西说 你束上腰 手拿我的账前去 若遇见人 不要向他问安 人若向你问安 也不要回答 要把我的账 放在孩子脸上 孩子的母亲说 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 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 以利沙起身 随着她去了 吉哈西先去 把账放在孩子脸上 却没有声音 也没有动静 吉哈西就迎着 以利沙回来 告诉她说 孩子还没有醒过来 以利沙来到 进了屋子 看见孩子死了 放在自己的床上 她就关上门 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 她便祈祷耶和华 上床 扶在孩子身上 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即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身体 就渐渐温和了 然后她下来 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 又上去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打了七个喷嚏 就睁开眼睛了 以利沙叫吉哈西 说 你叫这书念妇人来 于是叫了她来 以利沙说 将你儿子抱起来 妇人就进来 在以利沙脚前 抚服余地 抱起她儿子 出去了 以利沙又来到吉甲 那地正有饥荒 先知门徒 坐在她面前 她吩咐仆人说 你将大锅放在火上 给先知门徒 熬汤 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 遇见一颗野瓜藤 就摘了一兜野瓜 回来切了 搁在熬汤的锅中 因为他们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 到出来给众人吃 吃的时候 都喊叫说 神人哪 锅中有致死的毒物 所以众人不能吃了 以利沙说 拿点面来 就把面撒在锅中 说 倒出来给众人吃吧 锅中就没有毒了 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 带着初熟大麦做的饼 二十个饼心碎子 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 神人说 把这些给众人吃 仆人说 这一点 岂可摆给一百人吃呢 以利沙说 你只管给众人吃吧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众人必吃了还剩下 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 他们吃了 果然还剩下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列王纪下 第五章 亚兰王的元帅乃曼 在他主人面前 为尊为大 因耶和华 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 他又是大能的勇士 只是长了大麻疯 先前 亚兰人 成群的出去 从以色列国 掳了一个小女子 这女子就服侍 乃曼的妻 他对 主母说 巴不得我主人 去见 撒玛利亚的先知 必能治好他的大麻疯 乃曼进去 告诉他主人说 以色列国的女子 如此如此说 亚兰王说 你可以去 我也答信于 以色列王 于是 乃曼带银子 石他连德 金子六千舍克勒 衣裳十套 就去了 且带信给 以色列王 信上说 我打发臣仆乃曼 去见你 你接到这信 就要治好他的大麻疯 以色列王看了信 就撕裂衣服 说 我岂是神 能使人死 使人活呢 这人竟打发人来 叫我治好他的大麻疯 你们看一看 这人何以 寻隙攻击我呢 神人以利沙 听见以色列王 撕裂衣服 就打发人 去见王 说 你为什么 撕了衣服呢 可是那人 到我这里来 他就知道 以色列中 有先知了 于是 乃曼带着车马 到了以利沙的家 站在门前 以利沙 打发一个使者 对乃曼说 你去 在约旦河中 沐浴七回 你的肉 就必复原 而得洁净 乃曼却发怒 走了 说 我想他必定 出来见我 站着求告 耶和华 他神的名 在患处以上 摇手 治好这大麻疯 大麻塞的河 亚巴拿 和法尔法 岂不比 以色列的一切水 更好吗 我在那里沐浴 不得洁净吗 于是 气纷纷地 转身去了 他的仆人 进前来 对他说 我父啊 先知 若吩咐你 做一件大事 你岂不做吗 何况说 你去沐浴 而得洁净呢 于是 乃曼下去 照着神人的话 在约旦河里 沐浴七回 他的肉复原 好像小孩子的肉 他就洁净了 乃曼带着一切 跟随他的人 回到神人那里 站在他面前 说 如今我知道 除了以色列之外 普天下没有神 现在 求你收点 仆人的礼物 以利沙说 我指着所侍奉 永生的耶和华 启示 我必不受 乃曼再三地求他 他却不受 乃曼说 你若不肯受 请将两罗子 佗的土 赐给仆人 从今以后 仆人必不再将 凡记或平安记 献与别神 只献给耶和华 唯有一件事 愿耶和华 饶恕你仆人 我主人 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 我用手掺他在临门庙 我也屈身 我在临门庙 屈身的这事 愿耶和华 饶恕我 以利沙对他说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乃曼就离开他去了 走了不远 神人以利沙的仆人 吉哈西心里说 我主人不愿 从这亚兰人 乃曼手里 受他带来的礼物 我指着永生的 耶和华 启示 我必跑去追上他 向他要些 于是吉哈西追赶乃曼 乃曼看见有人追赶 就急忙下车迎着他 说 都平安吗 说 都平安 我主人打发我来说 刚才有两个少年人 是先知门徒 从以法连山地来见我 请你赐他们一塌连的银子 两套衣裳 乃曼说 请受 二塌连德 再三地请受 便将二塌连德银子 装在两个口袋里 又将两套衣裳 交给两个仆人 他们就在 吉哈西前头 抬着走 到了山岗 吉哈西 从他们手中接过来 放在屋里 打发他们回去 吉哈西进去 站在他主人面前 以利沙问他说 吉哈西 你从哪里来 回答说 仆人没有往哪里去 以利沙对他说 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 我的心 岂没有去呢 这岂是 这岂是 受银子 衣裳 买橄榄园 葡萄园 牛羊 扑壁的时候呢 因此 乃曼的大麻风 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吉哈西 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 就长了大麻风 像雪那样白 列王纪下 第六章 先知门徒 对以利沙说 看哪 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 过于窄小 求你容我们 往约旦河去 个人从那里 取一根木料 建造房屋居住 他说 你们去吧 有一人说 求你与仆人同去 回答说 我可以去 于是 以利沙与他们同去 到了约旦河 就砍伐树木 有一人砍树的时候 斧头掉在水里 他就呼叫说 哀哉 我主啊 这斧子是戒的 神人问说 掉在哪里了 他将那地方 指给以利沙看 以利沙砍了 一根木头 抛在水里 斧头就飘上来了 以利沙说 拿起来吧 那人就伸手 拿起来了 亚兰王与以色列人 争战 和他的臣仆商议 说 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 神人打发人 去见以色列王 说 你要谨慎 不要从某处经过 因为亚兰人 从那里下来了 以色列王 拆人去窥探 神人所告诉 所警戒 他去的地方 就防备 未受其害 不止一两次 亚兰王因这事 心里惊疑 招了臣仆来 对他们说 我们这里有谁 帮助以色列王 你们不指给我吗 有一个臣仆说 我主我王 无人帮助他 只有以色列中的 先知以利沙 将王在卧房 所说的话 告诉以色列王了 王说 你们去探他在哪里 我好打发人去 捉拿他 有人告诉王说 他在多贪 王就打发车马 和大军 往那里去 夜间到了 围困那城 神人的仆人 清早起来出去 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 仆人对神人说 哀哉 我主啊 我们怎样行才好呢 神人说 不要惧怕 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以利沙祷告说 耶和华呀 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 使他能看见 耶和华开他的眼目 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 围绕以利沙 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 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 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 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 使他们的眼目昏迷 以利沙对他们说 这不是纳道 也不是纳城 你们跟我去 我必领你们到 所寻找的人那里 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 他们进了撒玛利亚 以利沙祷告说 耶和华呀 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 使他们能看见 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 他们就看见了 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 以色列王见了他们 就问以利沙说 我父啊 我可以击杀他们吗 回答说 不可击杀他们 就是你用刀用弓弩来的 岂可击杀他们吗 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 使他们吃喝 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 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 他们吃喝完了 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 从此 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 此后 亚兰王便哈达 聚集他的全军 上来围困撒玛利亚 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 有饥荒 甚至一个驴头 直营八十社克了 二身鸽子粪 直营五社克了 一日 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 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 我主 我王啊 求你帮助 王说 耶和华不帮助你 我从何处帮助你 是从何场 是从九诈呢 王问妇人说 你有什么苦楚 他回答说 这妇人对我说 将你的儿子取来 我们今日可以吃 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 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 次日我对他说 要将你的儿子取来 我们可以吃 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 王听见妇人的话 就撕裂衣服 王在城上经过 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 王说 我今日若容杀法的儿子 以利沙的头 扔在他巷上 愿神重重地降伐于我 那时 以利沙正坐在家中 长老也与他同坐 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 他还没有到 以利沙对长老说 你们看 这凶手之子 打发人来 长我的头 你们看着使者来到 就关上门 用门将他推出去 在他后头 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 正说话的时候 使者来到 王也到了 说 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 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 列王记下第七章 以利沙说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明日约到这时候 在撒玛利亚城门口 一系亚系面 要卖银一舍克勒 二系亚大卖 也要卖银一舍克勒 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 对神人说 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 也不能有这事 以利沙说 你必亲眼看见 却不得吃 在城门那里 有四个长大麻疯的人 他们彼此说 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 我们若说 进城去吧 城里有饥荒 必死在那里 若在这里坐着不动 也必是死 来吧 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 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 就活着 若杀我们 就死了吧 黄昏的时候 他们起来 往亚兰人的营盘去 到了营边 不见一人在那里 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 听见车马的声音 是大军的声音 他们就彼此说 这必是以色列王 惠买赫人的诸王 和埃及人的诸王 来攻击我们 所以在黄昏的时候 他们起来逃跑 撇下帐篷 马 驴 营盘照旧 只顾逃命 那些长大麻疯的 到了营边 进了帐篷 吃了喝了 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 来去收藏了 回来 又进了一座帐篷 从其中拿出财物 来去收藏了 那时他们彼此说 我们所做的不好 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我们竟不作声 若等到天亮 罪必临到我们 来吧 我们与王家报信去 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 告诉他们说 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 不见一人在那里 也无人声 只有拴着的马和驴 帐篷都照旧 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 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 王夜间起来 对陈仆说 我告诉你们 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 他们知道我们饥饿 所以离营 埋伏在田野 说 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 我们就活捉他们 得以进城 有一个陈仆 对王说 我们不如用城里 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 马和城里剩下的 以色列人都是一样 快要灭绝 打发人去窥探 于是取了两辆车和马 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 说 你们去窥探窥探 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 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急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 使者就回来报告王 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银盘 于是一系亚系面卖银一色克勒 二系亚大卖也卖银一色克勒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 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 他就死了 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 神人曾对王说 明日约到这时候 在撒玛利亚城门口 二系亚大卖要卖银一色克勒 一系亚系面也要卖银一色克勒 那军长对神人说 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 也不能有这事 神人说 你必亲眼看见 却不得吃 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 因为众人在城门口 将他践踏 他就死了 列王纪下第八章 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 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 因为耶和华命饥荒 降在这第七年 妇人就起身找神人的话 带着全家往非利市地区住了七年 七年完了 那妇人从非利市地回来 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填地挨告王 那时 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 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 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 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 为自己的房屋填地来挨告王 基哈西说 我主我王 这就是那妇人 这是他的儿子 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 王问那妇人 他就把那事告诉王 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 说 凡数着妇人的都还给他 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 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 以利沙来到大马色 亚兰王辩哈达正患病 有人告诉王说 神人来到这里了 王就吩咐哈薛说 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 托他求问耶和华 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于是哈薛用四十个骆驼 托着大马色的各样美物为礼物 去见以利沙 到了他那里 站在他面前 说 你儿子亚兰王辩哈达 打发我来见你 他问 说 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以利沙对哈薛说 你回去告诉他说 这病必能好 但耶和华指示我 他必要死 神人定睛看着哈薛 甚至他惭愧 神人就哭了 哈薛说 我主为什么哭 回答说 因为我知道 你必苦害以色列人 用火焚烧他们的宝杖 用刀杀死他们的壮钉 摔死他们的婴孩 剖开他们的孕妇 哈薛说 你仆人算什么 不过是一条狗 也能行这大事呢 以利沙回答说 耶和华指示我 你必做亚兰王 哈薛离开以利沙 回去见他的主人 主人问他说 以利沙对你说什么 回答说 他告诉我 你必能好 四日 哈薛拿被窝浸在水中 蒙住王的脸 王就死了 于是哈薛 窜了他的胃 以色列王 雅哈的儿子 约兰第五年 犹大王 约沙法 还在位的时候 约沙法的儿子 约兰登基 做了犹大王 约兰登基的时候 年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 做王八年 他行以色列诸王 所行的 与雅哈家一样 因为他娶了 雅哈的女儿为妻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 却因他仆人 大卫的缘故 仍不肯灭绝犹大 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 永远赐灯光 与他的子孙 约兰年间 以东人背叛犹大 脱离他的拳下 自己立王 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 往撒义去 夜间起来 攻打围困他的 以东人和车兵长 犹大兵就逃跑 各回各家去了 这样 以东人背叛犹大 脱离他的拳下 直到今日 那时 利拿人也背叛了 约兰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 犹大猎王记上 约兰与他猎祖同睡 葬在大卫城 他猎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雅哈谢 接续他作王 以色列王雅哈的儿子 约兰十二年 由大王 约兰的儿子 雅哈谢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 年二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 作王一年 他母亲名叫 亚他利亚 是以色列王 安利的孙女 雅哈谢 效法雅哈家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与雅哈家一样 因为他是雅哈家的女婿 他与雅哈的儿子 约兰 同往基列的拉末去 与雅兰王 哈薛征战 雅兰人 打伤了约兰 约兰王回到耶斯列 一直在拉末 与雅兰王 哈薛打仗的时候 所受的伤 由大王 约兰的儿子 雅哈谢 因为雅哈的儿子 约兰病了 就下到耶斯列 看望他 列王记下 第九章 先知以利沙 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 吩咐他 说 你竖上腰 手拿这瓶膏油 往基列的拉末去 到了那里 要寻找宁氏的孙子 约沙法的儿子耶父 使他从同僚中起来 带他进严密的屋子 将瓶里的膏油 倒在他头上 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告你做以色列王 说完了 就开门逃跑 不要迟言 于是那少年先知 往基列的拉末去了 到了那里 看见众军长都坐着 就说 将军啊 我有话对你说 耶护说 我们众人里 你要对哪一个说呢 回答说 将军啊 我要对你说 耶护就起来 进了屋子 少年人将膏油 倒在他头上 对他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如此说 我告你 做耶和华民 以色列的王 你要击杀 你主人 雅哈的全家 我好在耶洗别身上 生我仆人 众先知 和耶和华 一切仆人 流血的冤 雅哈全家 必都灭亡 凡属雅哈的男丁 无论是困住的 自由的 我必从以色列中 剪除 使雅哈的家 像尼巴儿子 耶罗波安的家 又像雅西亚儿子 巴沙的家 耶洗别 必在耶色列田里 被狗所吃 无人葬埋 说完了 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 耶护出来 回到他主人的 臣仆那里 有一人问他说 平安吗 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 回答说 你们认得那人 也知道他说什么 他们说 这是假话 你据实地告诉我们 回答说 他如此如此对我说 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告你做以色列王 他们就急忙 各将自己的衣服 铺在上层台阶 使耶护坐在旗上 他们吹脚 说 耶护做王了 这样 明示的孙子 约沙法的儿子耶护 背叛约兰 先是约兰和以色列众人 因为亚兰王哈薛的缘故 把手激烈地拉没 但约兰王回到耶色列 医治与亚兰王哈薛打仗 所受的伤 耶护说 若和你们的意思 就不容忍逃出城 往耶色列报信去 于是耶护坐车 往耶色列去 因为约兰并卧在那里 犹大王亚哈薛 已经下去 看望他 有一个守望的人 站在耶色列的楼上 看见耶护带着一群人来 就说 我看见一群人 约兰说 打发一个骑马的去 迎接他们 问说 平安不平安 骑马的就去 迎接耶护 说 王问说 平安不平安 耶护说 平安不平安 与你何干 你转在我后头吧 守望的人又说 使者到了他们那里 却不回来 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 这人到了他们那里 说 王问说 平安不平安 耶护说 平安不平安 与你何干 你转在我后头吧 守望的人又说 他到了他们那里 也不回来 车赶得甚猛 像凝尸的孙子 耶护的赶法 约兰吩咐说 套车 人就给他套车 以色列王约兰 和犹大王亚哈谢 各坐自己的车 出去迎接耶护 在以色列人拿伯的田那里 遇见他 约兰见耶护 就说 耶护啊 平安吗 耶护说 你母亲 也许别的银行 斜术这样多 烟能平安呢 约兰就转车逃跑 对亚哈谢说 亚哈谢呀 反了 耶护开满了弓 射中约兰的脊背 箭从心窝穿出 约兰就扑倒在车上 耶护对他的军长 毕甲说 你把他抛在 耶色列人拿伯的田间 你当追想 你我一同坐车 跟随他赴亚哈的时候 耶和华对亚哈 所说的预言 说 我昨日看见 拿伯的血 和他种子的血 我必在这块田上 报应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 把他抛在这田间 尤大王亚哈谢 见着光景 就从圆庭之路逃跑 耶护追赶他 说 把这人也杀在车上 到了靠近 以波连孤儿的坡上 击伤了他 他逃到米吉多 就死在那里 他的臣仆用车 将他的尸首 送到耶路撒冷 葬在大卫城 他自己的坟墓里 与他列祖同葬 亚哈谢登基 做犹大王的时候 是在亚哈的儿子 约兰第十一年 耶护到了耶色列 耶喜别听见 就擦粉书头 从窗户里往外观看 耶护进门的时候 耶喜别说 杀主人的心力呀 平安吗 耶护抬头 向窗户观看 说 谁顺从我 有两三个太监 从窗户往外看他 耶护说 把他扔下来 他们就把他扔下来 他的血 溅在墙上和马上 于是把他践踏了 耶护进去吃了喝了 吩咐说 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 葬埋了 因为她是王的女儿 他们就去葬埋她 只寻得她的头骨和脚 并手掌 他们回去告诉耶父 耶父说 这正应验耶和华 借他仆人提斯比人 以利亚所说的话 说 在耶斯列田间 狗必吃耶喜别的肉 耶喜别的尸首 必在耶斯列田间 如同粪土 甚至人不能说 这是耶喜别 列王纪下第十章 雅哈有七十个儿子 在撒玛利亚 耶护写信送到撒玛利亚 通知耶斯列的首领 就是长老和教养 雅哈众子的人 说 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 和车马 气泄坚固城 接了这信 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 选择一个贤能和宜的 使他做他父亲的位 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征战 他们却甚惧怕 彼此说 二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 我们怎能站得住呢 家宰 一宰和长老 并教养众子的人 打发人去见耶护 说 我们是你的仆人 凡你所吩咐我们的 都必遵行 我们不利谁作王 你看怎样好 就怎样行 耶护又给他们写信 说 你们若归顺我 听从我的话 明日这时候 要将你们主人众子的首集 带到耶色列来见我 那时 王的儿子七十人 都住在教养他们那城中的尊贵人家里 信一到 他们就把王的七十个儿子杀了 将首集装在筐里 送到耶色列耶护那里 有使者来告诉耶护说 他们将王仲子的首集送来了 耶护说 将首集在城门口堆坐两堆 搁到明日 次日早晨 耶护出来站着对众民说 你们都是公义的 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 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 由此可知 耶和华指着 亚哈加所说的话 一句没有落空 因为耶和华 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 都成就了 凡亚哈加在耶色列所剩下的人 和他的大臣 密友 祭司 耶护 耶护 尽都杀了 没有留下一个 耶护起身 往撒玛利亚去 在路上 牧人剪羊毛之处 遇见 犹大王 亚哈谢的弟兄 问他们说 你们是谁 回答说 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 现在下去 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 耶护吩咐说 活捉他们 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 将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 共四十二人 没有留下一个 耶护从那里前行 下于利家的儿子约拿达 来迎接他 耶护问他安 对他说 你诚心待我 向我诚心待你吗 约拿达回答说 是 耶护说 若是这样 你向我伸手 他就伸手 耶护拉他上车 耶护说 你和我同去 看我为耶和华 怎样热心 于是请他坐在车上 到了撒玛利亚 就把撒玛利亚 亚哈加剩下的人 都杀了 直到灭尽 正如耶和华 对以利亚所说的 耶护召惧众民 对他们说 亚哈 侍奉巴利还冷淡 耶护 却更热心 现在我要给巴利献大祭 应当叫巴利的众先知 和一切拜巴利的人 并巴利的众祭司 都到我这里来 不可缺少一个 凡不来的 必不得活 耶护这样行 是用诡计要杀进 拜巴利的人 耶护说 要为巴利宣告严肃会 于是宣告了 耶护差人走遍以色列地 凡拜巴利的人 都来齐了 没有一个不来的 他们进了巴利庙 巴利庙中 从前边直到后边 都满了人 耶护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 拿出礼服来 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 他就拿出礼服来 给了他们 耶护和利家的儿子 约拿达 进了巴利庙 对拜巴利的人说 你们查看查看 在你们这里 不可有耶和华的徒人 只可容留拜巴利的人 耶护和约拿达进去 献平安祭和凡祭 耶护先安排八十人在庙外 吩咐说 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 若有一人脱逃 谁放的 必叫他偿命 耶护献完了凡祭 就出来吩咐 护卫兵和众军长说 你们进去杀他们 不容一人出来 护卫兵和军长 就用刀杀他们 将尸首抛出去 便到巴利庙的城去了 将巴利庙中的柱像 都拿出来烧了 毁坏了巴利柱像 拆毁了巴利庙 作为厕所 直到今日 这样 耶护在以色列中 灭了巴利 只是耶护不离开 尼巴的儿子 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那罪 就是拜伯特利和 丹的金牛犊 耶和华对耶护说 因你办好我眼中 看为正的事 照我的心意 代亚哈加 你的子孙 必接训你做 以色列的国位 直到四代 只是耶护不尽心 遵守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律法 不离开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那罪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 使哈薛攻击 以色列的境界 乃是约旦河东 激烈全地 从靠近雅嫩谷边的 雅罗尔起 就是激烈和巴山的 迦德人 刘汴人 马拿西人之地 耶护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和他的永利 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记上 耶护与他列祖同税 葬在撒玛利亚 他儿子约哈斯 接续他做王 耶护在撒玛利亚 做以色列王 二十八年 列王记下 第十一章 雅哈谢的母亲 雅他利亚 见他儿子死了 就起来剿灭王室 但约兰王的女儿 雅哈谢的妹子 约十八 将雅哈谢的儿子 约阿师 从那被杀的王子中 偷出来 把他和他的乳母 都藏在卧房里 躲避雅他利亚 免得被杀 约阿师和他的乳母 藏在耶和华的殿里 六年 雅他利亚 窜了国位 第七年 耶和耶大 打发人叫加利人 和护卫兵的 众百夫长来 领他们进了 耶和华的殿 与他们立约 使他们在 耶和华殿里起誓 又将王的儿子 指给他们看 吩咐他们说 你们当这样行 防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 要看守王宫 三分之一 要在苏尔门 三分之一 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 这样把守王宫 拦阻贤人 你们安息日 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 要在耶和华的殿里 护卫王 个人手拿兵器 四为护卫王 凡善入你们班次的 必当致死 王出入的时候 你们当跟随他 众百夫长就照着 祭司耶和耶大 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各代所管安息日 进班出班的人 来见祭司耶和耶大 祭司便将 耶和华殿里 所藏大背王的枪和盾牌 交给百夫长 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 在弹和殿那里 从殿右直到殿左 站在王子的四围 祭司领王子出来 给他带上冠冕 将律法书交给他 告他做王 众人就拍掌说 愿王万岁 亚他利亚听见 护卫兵和民的声音 就到民那里 进耶和华的殿 看见王 赵立站在柱旁 百夫长和吹号的人 势力在王左右 国中的重鸣 欢乐吹号 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 喊叫说 反了 反了 祭司耶和耶大 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说 将他赶出帮外 凡跟随他的 必用刀杀死 因为祭司说 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 重兵就闪开让他去 他从马路上王宫去 便在那里被杀 耶和耶大 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 做耶和华的民 又使王与民立约 于是国民都到巴历庙 拆毁了庙 打碎 坛和像 又在坛前 将巴历的祭司 马坦杀了 祭司 耶和耶大派官 看守耶和华的殿 有率领百夫长和加利人 与护卫兵 以及国中的众民 请王从耶和华殿下来 由护卫兵的门 进入王宫 他就做了王位 国民都欢乐 和城都安静 众人已将亚他利亚 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 约阿师登基的时候 年方七岁 列王纪下 第十二章 耶护第七年 约阿师登基 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年 他母亲名叫西比亚 是别是巴人 约阿师在祭司 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 就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 百姓仍在那里 献祭烧香 约阿师对众祭司说 凡奉到耶和华殿 分别为圣之物 所值通用的银子 或个人当纳的身价 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 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 收了来 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 无奈到了约阿师王二十三年 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所以约阿师王招了大祭司 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 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 从今以后 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 要将所收的交出来 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众祭司答应 不再收百姓的银子 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祭司耶和耶大 取了一个柜子 在柜盖上 钻了一个窟窿 放于坛旁 再进耶和华殿的右边 守门的祭司 将奉到耶和华殿的 一切银子 投在柜里 他们见柜里的银子多了 便叫王的书记 和大祭司上来 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 数算包起来 把所平的银子 交给都工的 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 他们把银子 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 木匠和工人 并瓦匠匠匠 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 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 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 但那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 没有用以做耶和华殿里的银杯 辣茧 碗 耗 和别样的金银器皿 乃将那银子交给都工的人 修理耶和华的殿 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 转交做工的人 不与他们算账 因为他们办事诚实 唯有赎千计赎罪计的银子 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 都归祭司 那时亚狼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 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犹大王约阿师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法 约兰 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 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 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 都送给亚狼王哈薛 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 约阿师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犹大列王纪上 约阿师的臣仆起来背叛 在下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 杀他的那臣仆 就是士米亚的儿子约撒甲和朔末的儿子约撒拔 众人将他葬在大魏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亚马谢接续他做王 列王纪下第十三章 由大王亚哈薛的儿子约阿师二十三年 耶护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以色列王十七年 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时 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总不离开 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汴哈达的手里 约哈斯恳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他 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 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 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 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 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家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仍然去行 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瑟拉 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 践踏他们如河场上的沉沙 只给约哈斯留下五十马兵 十辆战车 一万步兵 约哈斯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永利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约哈斯与他列祖同税 葬在撒玛利亚 他儿子约阿师 接续他做王 犹大王约阿师三十七年 约哈斯的儿子约阿师 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以色列王十六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不离开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 仍然去行 约阿师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和他与犹大王亚马歇 征战的永利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约阿师与他列祖同税 耶罗波安 做了他的位 约阿师与以色列诸王一同葬在撒玛利亚 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 以色列王约阿师下来看他 扶在他脸上哭泣 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利沙对他说 你取弓箭来 王就取了弓箭来 又对以色列王说 你用手拿弓 王就用手拿弓 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 说 你开朝东的窗户 他就开了 以利沙说 射箭吧 他就射箭 以利沙说 这是耶和华的得圣箭 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 因为你必在亚福攻打亚兰人 直到灭尽他们 以利沙又说 取几只箭来 他就取了来 以利沙说 打地吧 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 神人向他发怒 说 应当击打五六次 就能攻打亚兰人 直到灭尽 现在 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 以利沙死了 人将他葬埋 到了新年 有一群磨牙人犯禁 有人正葬死人 忽然看见一群人 就把死人 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 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 死人就复活 站起来了 约哈斯年间 亚兰王哈薛 屡次欺压 以色列人 耶和华 却因于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所立的约 仍施恩给 以色列人 连续他们 眷顾他们 不肯灭尽他们 尚未赶着他们 离开自己面前 亚兰王哈薛死了 他儿子变哈达 接续他做王 从前 哈薛和约阿师的父亲 约哈斯争战 攻取了些诚意 现在 约哈斯的儿子 约阿师三次打败 哈薛的儿子变哈达 就收回了 以色列的诚意 列王纪下 第十四章 以色列王 约哈斯的儿子 约阿师第二年 由大王 约阿师的儿子 亚马谢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 年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 做王 二十九年 他母亲 名叫约耶旦 是耶路撒冷人 亚马谢行 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但不如他祖大卫 乃效法他父 约阿师 一切所行的 只是秋坛 还没有废去 百姓 仍在那里 献祭烧香 国一坚定 就把杀他父王的 臣仆杀了 却没有致死 杀王之人的儿子 是照摩西律法书上 耶和华所吩咐的 说 不可因子杀父 也不可因父杀子 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 亚马谢在阎谷杀了以东人一万 又攻取了希腊 改名叫约帖 直到今日 那时 亚马谢差遣使者 去见耶路的孙子 约哈斯的儿子 以色列王约阿师 说 你来 我们二人 相见于战场 以色列王约阿师 差遣使者 去见犹大王 亚马谢 说 利巴嫩的吉利 差遣使者 去见利巴嫩的 香柏树 说 将你的女儿 给我儿子为妻 后来利巴嫩 有一个野兽经过 把吉利 践踏了 你打败了以东人 就心高气傲 你以此为荣耀 在家里安居就罢了 为何要惹祸 使自己和犹大国 一同败亡呢 亚马谢却不肯听这话 于是 以色列王约阿师上来 在犹大的博士迈 与犹大王亚马谢 相见于战场 犹大人 败在以色列人面前 各自逃回家里去了 以色列王约阿师 在博士迈 勤住亚哈谢的孙子 约阿师的儿子 犹大王亚马谢 就来到耶路撒冷 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从以法连门 直到脚门 共四百轴 又将耶和华殿里 与王宫府库里 所有的金银和器皿 都拿了去 并带人去为治 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约阿师其余所行的事 和他的永利 并与犹大王亚马谢 征战的事 都写在 以色列诸王记上 约阿师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撒玛利亚 以色列诸王的坟地里 他儿子耶罗波安 接续他作王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 约阿师死后 犹大王约阿师的儿子 亚马谢又活了十五年 亚马谢其余的事 都写在 犹大列王记上 耶路撒冷 有人背叛亚马谢 他就逃到拉吉 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 将他杀了 人就用马 将他的尸首 驮到耶路撒冷 葬在大卫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犹大众民立亚马谢的儿子 亚撒利亚 接续他副作王 那时 他年十六岁 亚马谢与他列祖同睡之后 亚撒利亚收回以拉他 仍归犹大 又重新修理 犹大王约阿师的儿子 亚马谢十五年 以色列王 约阿师的儿子 耶罗伯安 在撒玛利亚登基 作王四十一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不离开 尼巴的儿子 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一切罪 他收回 以色列边界之地 从哈马口 直到亚拉巴海 正如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借他仆人 加特西夫人 亚米泰的儿子 先知约拿 所说的 因为耶和华 看见以色列人 甚是艰苦 无论困住的 自由的 都没有了 也无人帮助 以色列人 耶和华 并没有说 要将以色列的名 从天下涂抹 乃借 约阿师的儿子 耶罗伯安 拯救他们 耶罗伯安 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和他的勇力 他怎样征战 怎样收回 大马色 和先前属 犹大的 哈马 归以色列 都写在 以色列 诸王记上 耶罗伯安 与他列祖 以色列 诸王同睡 他儿子 撒加利亚 接续他 作王 列王记下 第十五章 以色列王 耶罗伯安 二十七年 由大王 亚马歇的儿子 亚撒利亚 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 年十六岁 在耶路撒冷 作王 五十二年 他母亲 名叫 耶克利亚 是 耶路撒冷人 亚撒利亚 行耶和华 眼中 看为正的事 效法 他父亲 亚马歇 一切 所行的 只是秋坛 还没有废去 百姓 仍在那里 献祭烧香 耶和华 降灾 羽亡 使他 长大麻风 直到死日 他就 住在别的宫里 他的儿子 约坛 管理家事 治理国民 亚撒利亚 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 犹大 列王 记上 亚撒利亚 与他列祖 同睡 葬在大魏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 约坦 接续 他做王 犹大王 亚撒利亚 三十八年 耶罗 波安的儿子 撒加利亚 在撒玛利亚 做 以色列王 六个月 他行 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效法 他列祖所行的 不离开 尼巴的儿子 耶罗 波安 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那罪 亚比的儿子 沙龙 背叛他 在百姓面前 击杀他 窜了他的位 撒加利亚 其余的事 都写在 以色列 诸王记上 这是从前 耶和华 应许耶护说 你的子 子孙必坐以色列的国位 迟到四代 这话果然应验了 由大王乌西亚 三十九年 雅比的儿子 沙龙登基 在撒玛利亚 作王一个月 家底的儿子 米拿县 从德撒 上撒玛利亚 杀了雅比的儿子 沙龙 窜了他的位 沙龙 其余的事 和他背叛的情形 都写在 以色列 诸王记上 那时 米拿县 从德撒起 攻打 提匪萨 和其四境 击杀城中 一切的人 剖开 其中 所有的孕妇 都因他们 没有给他 开城 由大王 亚撒利亚 三十九年 家底的儿子 米拿县 登基 在撒玛利亚 做以色列王 十年 他行 耶和华 眼中 看没恶的事 终身 不离开 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 陷在 罪里的 纳罪 亚述王 普勒 来攻击 以色列国 米拿县 给他 一千 他连的银子 请普勒 帮助他 坚定国位 米拿县 向以色列 一切大富户 索要银子 使他们 各出 五十社克勒 就给了 亚述王 于是 亚述王 回去 不在国中 停留 米拿县 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 以色列 诸王记上 米拿县 与他列祖 同税 他儿子 比加侠 接续 他做王 犹大王 亚撒利亚 五十年 米拿县的儿子 比加侠 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以色列王 二年 他行 耶和华 眼中 看为恶的事 不离开 尼巴的儿子 耶罗布安 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 纳罪 比加侠的将军 利玛利的儿子 比加 背叛他 在撒玛利亚 王宫里的 猥琐 杀了他 亚尔 哥伯和亚利耶 并激烈的 五十人 帮助比加 比加 击杀他 窜了他的位 比加侠 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 以色列 诸王记上 犹大王 亚沙利亚 五十二年 利玛利的儿子 比加 在 撒玛利亚 登基 做 以色列王 二十年 他行 耶和华 眼中 看为恶的事 不离开 尼巴的儿子 伊罗布安 使以色列人 陷在 罪里的 纳罪 以色列王 比加 年间 亚述王 提格 拉皮列色 来夺了以云 亚伯伯玛加 亚罗 基迪斯 夏索 基列 加利利 和拿福塔利 全地 将这些地方的居民 都掳到亚述去了 乌西亚的儿子 约塔二十年 以拉的儿子 何西亚 背叛 利玛利的儿子 比加 击杀他 窜了他的位 比加 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 以色列 诸王 记上 以色列王 利玛利的儿子 比加 第二年 由大王 乌西亚的儿子 约坦 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 年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 做王 十六年 他母亲 名叫耶路撒 是撒都的女儿 约坦 行耶和华 眼中 看为正的事 效法 他父亲 乌西亚 一切所行的 只是秋坦 还没有废去 百姓 仍在那里 献祭烧香 约坦 建立 耶和华殿的上门 约坦 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 犹大 列王记上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 才使 亚兰王 力逊 和 利玛利的儿子 比加 去攻击 犹大 约坦 约坦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他祖大魏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亚哈斯 接续他做王 列王记下 第十六章 利玛利的儿子 比加十七年 犹大王 约坦的儿子 亚哈斯 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 年二十岁 在耶路撒冷 做王 十六年 不像他祖大魏 行耶和华 他神眼中 看为正的事 却效法 以色列诸王 所行的 又照着 耶和华 从以色列人面前 赶出的外邦人 所行可憎的事 使他的儿子 经火 并在秋潭上 山岗上 各清脆树下 献祭烧香 亚狼王 利逊 和以色列王 利玛利的儿子 比加 上来攻打 耶路撒冷 围困 亚哈斯 却不能胜他 当时 亚狼王 利逊 收回 以拉他 归于亚兰 将犹大人 从以拉他 赶出去 亚兰人 就来到 以拉他 住在那里 直到今日 亚哈斯 差遣使者 去见 亚树王 提格拉皮烈色 说 我是你的仆人 你的儿子 现在亚狼王 和以色列王 攻击我 求你来救我 脱离他们的手 亚哈斯 将耶和华殿里 和王宫 府库里 所有的金银 都送给亚树王 为礼物 亚树王 应允了他 就上去攻打 大马瑟 将成功取 杀了 利逊 把居民 掳到吉尔 亚哈斯王 上大马瑟 去迎接亚树王 提格拉皮烈色 在大马瑟 看见一座坛 就照坛的规模 样式 做法 画了图样 送到 祭司乌利亚 那里 祭司乌利亚 照着亚哈斯王 从大马瑟 送来的图样 在亚哈斯王 没有从大马瑟 回来之先 建筑一座坛 王从大马瑟 回来看见坛 就进前来 在坛上献祭 烧梵祭 宿祭 浇电祭 将平安寄生的血 洒在坛上 又将耶和华 面前的铜坛 从耶和华殿 和新坛的中间 搬到新坛的北边 亚哈斯王 吩咐祭司乌利亚说 早晨的梵祭 晚上的宿祭 王的梵祭宿祭 国内众民的 梵祭宿祭 殿祭 都要烧在大坛上 梵祭生 和平安寄生的血 也要洒在这坛上 只是铜坛 我要用以求问 耶和华 祭司乌利亚 就照着亚哈斯王 所吩咐的行了 亚哈斯王 打掉盆座四面 镶着的心子 把盆 从座上挪下来 又将铜海 从铜海的铜牛上 搬下来 放在铺石地 又因亚述王的缘故 将耶和华殿 为安息日 所盖的篮子 和王从外入殿的篮子 挪移围绕 耶和华的殿 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 都写在 犹大猎王记上 亚哈斯 与他猎祖同睡 葬在大卫城 他猎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西西加 接续他做王 猎王记下 第十七章 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 以拉的儿子 和西亚 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以色列王九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只是不像 在他以前的 以色列诸王 亚述王撒曼以色 上来攻击和西亚 和西亚就服侍他 给他进贡 和西亚被判 差人去见埃及王 说 不照往年所行的 与亚述王进贡 亚述王知道了 就把他锁禁 囚在监里 亚述王上来 攻击以色列遍地 上到撒玛利亚 围困三年 和西亚第九年 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 将以色列人 掳到亚述 把他们安置在 哈拉与哥散的 哈勃河边 并马带人的诚意 这是因 以色列人得罪 那领他们出埃及地 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 耶和华他们的神 去敬畏别神 随从 耶和华在他们面前 所赶出 外邦人的风俗 和以色列诸王 所立的条规 以色列人暗中 行不正的事 违背 耶和华他们的神 在他们所有的诚意 从廖望楼 直到金固城 建筑秋潭 在各高纲上 各清脆树下 立筑像和木偶 在秋潭上烧香 效法 耶和华在他们面前 赶出的外邦人 所行的 又行恶事 惹动 耶和华的怒气 且侍奉偶像 就是耶和华 警戒他们 不可行的 但耶和华 借众先知 先见 劝戒 以色列人 和犹大人 说 当离开你们的恶行 谨守我的诫命律例 遵行 我吩咐你们列祖 并借我仆人 众先知 所传给你们的律法 他们却不听从 敬应着景象 效法他们列祖 不信服 耶和华 他们的神 厌弃他的律例 和他 与他们列祖 所列的约 并劝戒 他们的话 随从虚无的神 自己成为虚妄 效法周围的外邦人 就是耶和华 嘱咐他们 不可效法的 离弃耶和华 他们神的一切诫命 为自己 筑了两个牛犊的像 立了亚瑟拉 敬拜天上的万象 侍奉拔利 又使他们的儿女 惊火 用占卜 行法术 卖了自己 行耶和华 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动他的怒气 所以耶和华 向以色列人 大大发怒 从自己面前 赶出他们 只剩下 犹大一个支派 犹大人 也不遵守 耶和华 他们神的诫命 随从 以色列人 所立的条规 耶和华 就厌弃 以色列全族 使他们受苦 把他们交在 抢夺他们的人手中 以致赶出 他们离开 自己面前 将以色列国 从大魏家夺回 他们就立 尼巴的儿子 耶罗伯安 作王 耶罗伯安 引诱以色列人 不随从 耶和华 陷在大罪里 以色列人 犯耶罗伯安 所犯的一切罪 总不离开 以致 耶和华 从自己面前 赶出他们 正如 借他仆人 众先知 所说的 这样 以色列人 从本地 被掳到 亚树 直到今日 亚树王 从巴比伦 古他 亚瓦 哈马 和西法 瓦因 迁移人来 安置在 撒玛利亚的城 代替 以色列人 他们就得了 撒玛利亚 住在其中 他们才住 那里的时候 不敬畏 耶和华 所以 耶和华 叫狮子 进入他们中间 咬死了些人 有人告诉 亚树王 说 你所迁移 安置在 撒玛利亚 各城的那些民 不知道 那地之神的规矩 所以那神叫狮子 进入他们中间 咬死他们 亚树王 就吩咐说 叫所掳来的祭司 回去一个 使他住在那里 将那地之神的规矩 指教那些民 于是 有一个从撒玛利亚 掳去的祭司 回来 住在伯特利 指教他们 怎样敬畏 耶和华 然而 各族之人 在所住的城里 各为自己 制造神像 安置在撒玛利亚人 所造有秋坛的殿中 巴比伦人 造 舒哥比那像 古他人 造 逆甲像 哈马人 造 雅士马像 亚瓦人 造 逆哈和 他尔他像 西法瓦因人 用火焚烧儿女 献给西法瓦因的神 雅德米勒 和雅拿米勒 他们惧怕 耶和华 也从他们中间立秋坛的祭司 为他们在有秋坛的殿中献祭 他们又惧怕耶和华 又侍奉自己的神 从何邦迁移 就随何邦的风俗 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 不专心敬畏耶和华 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 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 亚各就是从前耶和华起名叫以色列的 耶和华曾与他们立约 嘱咐他们说 不可敬畏别神 不可跪拜 侍奉他 也不可向他献祭 但那用大能和伸出来的绑币 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你们当敬畏 跪拜 向他献祭 他给你们写的律例 典章 律法 诫命 你们应当永远谨守遵行 不可敬畏别神 我耶和华于你们所立的约 你们不可忘记 也不可敬畏别神 但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他必就你们脱离一切仇敌的手 他们却不听从 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 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 又侍奉他们的偶像 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 效法他们的祖宗 直到今日 列王记下第十八章 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和西亚第三年 由大王雅哈斯的儿子西西加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九年 他母亲名叫雅比 是撒加利亚的女儿 西西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 他废去秋坛 毁坏住相 砍下木偶 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 因为到那时 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 西西加叫铜蛇为铜块 西西加 以靠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 没有一个吉他的 因为他专靠耶和华 总部离开 谨守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诫命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无论往何处去 尽都亨通 他背叛 不肯侍奉亚述王 西西加攻击非力士人 直到加萨 并加萨的四境 从廖望楼到坚固城 西西加王第四年 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 和西亚第七年 亚述王撒曼以色 上来围困撒玛利亚 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 西西加第六年 以色列王和西亚第九年 撒玛利亚被攻取了 亚述王将以色列人 掳到亚述 把他们安置在 哈拉与戈萨的哈伯河边 并马代人的诚意 都因他们不听从 耶和华他们神的话 违背他的约 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 奔赴他们所当手的 西西加王十四年 亚述王西拿基利 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 将成功取 犹大王西西加 差人往拉吉去 见亚述王 说 我有罪了 求你离开我 凡你罚我的 我必承担 于是 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加 银子三百塔连德 金子三十塔连德 西西加就把 耶和华殿里和 王宫府库里 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 那时 犹大王西西加 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 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 都刮下来 给了亚述王 亚述王从拉吉 差遣塔尔探 拉伯撒利和拉伯沙基 率领大军 往耶路撒冷 到西西加王那里去 他们上到耶路撒冷 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 在漂布地的大路上 他们呼叫王的时候 就有西勒家的儿子 加载 以利亚敬 并书记 舍伯纳和亚撒的儿子 史官 约亚 出来见他们 拉伯沙基说 你们去告诉西西加 说 亚述大王如此说 你所倚靠的 有什么可障碍的呢 你说 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 我看 不过是虚化 你到底倚靠谁 才背叛我呢 看哪 你所倚靠的埃及 是那压伤的伪杖 人若靠这杖 就必刺透他的手 埃及王法老 向一切倚靠他的人 也是这样 你们若对我说 我们倚靠耶和华 我们的神 西西加 岂不是将神的秋坛 和祭坛废去 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 现在你把档头给我主亚述王 我给你二千匹马 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 若不然 怎能打败我主臣服中最小的军长呢 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 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 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 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 希勒家的儿子 以利亚静和舍伯纳 并约亚 对拉伯沙基说 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 因为我们懂得 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 达到承上百姓的耳中 拉伯沙基说 我主差遣我来 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 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 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 喝自己尿的人说吗 于是拉伯沙基站着 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 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 王如此说 你们不要被希勒家欺哄了 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 也不要听希勒家 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 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 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不要听希勒家的话 因亚述王如此说 你们要与我和好 出来投降我 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 和无花果树的果子 喝自己井里的水 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 与你们本地一样 就是有五谷和辛酒之地 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 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 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 希勒家劝导你们说 耶和华必拯救我们 你们不要听他的话 列国的神有哪一个 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 哈马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 西法瓦因 西拿以瓦的神在哪里呢 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 这些国的神 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 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百姓静默不言 并不回答一句 因为王曾吩咐说 不要回答他 当下 西勒家的儿子家宰以利亚静和书记舍伯纳 并亚撒的儿子使官约亚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 将拉伯杀鸡的话告诉了他 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 披上麻布 进了耶和华的殿 使家宰以利亚静和书记舍伯纳 并祭祀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 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 对他说 西西家如此说 今日是疾难责罚凌辱的日子 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 却没有力量生产 或者耶和华你的神 听见拉伯杀鸡的一切话 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 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 故此求你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 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 以赛亚对他们说 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 不要惧怕 我必惊动他的心 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 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 拉伯杀鸡回去 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 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 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师王特哈加说 他出来要与你征战 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 吩咐他们说 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 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 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 乃是尽行灭绝 难道你还能得救吗 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 戈萨 哈兰 利瑟 和属提拉萨的伊甸人 这些国的神 何曾拯救这些国呢 哈玛的王 雅尔伯的王 西法瓦因城的王 西拿和以瓦的王 都在哪里呢 西西家从使者手里 接过书信来 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 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 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 坐在二基路坡上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你是天下万国的神 你曾创造天地 耶和华呀 求你侧耳而听 耶和华呀 求你睁眼而看 要听西拿基利 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 耶和华呀 亚树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 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 因为他本不是神 乃是人手所造的 是木头石头的 所以灭绝他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 亚树王的手 使天下万国都知道 唯独你 耶和华是神 亚摩斯的儿子 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既然求我攻击亚树王西拿基利 我已听见了 耶和华论他这样说 西安的厨女藐视你 吃笑你 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 你辱骂谁 亵渎谁 扬起生来 高举眼目 攻击谁呢 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 你借你的使者辱骂主 并说 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 到利巴嫩极深之处 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加美的松树 我避上极高之处 进入肥田的树林 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 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和 耶和华说 我早先所做的 故时所立的 就是现在借你 使坚固成荒废 变为乱堆 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 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 惊慌羞愧 他们像野草 像青菜 如房顶上的草 又如未长城而枯干的河架 你坐下 你出去 你进来 你向我发烈怒 我都知道 因你向我发烈怒 又因你狂傲的话 答到我耳中 我就要用钩子 勾上你的鼻子 把脚环 放在你口里 使你从你来的路 转回去 以色列人啊 我赐你们一个证据 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 明年也要吃自长的 至于后年 你们要耕种收割 栽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子 由大家所逃脱余圣的 仍要往下扎根 向上接果 必有余圣的民 从耶路撒冷而出 必有逃脱的人 从西安山而来 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所以耶和华 论亚述王如此说 他必不得来到这城 也不在这里射箭 不得拿盾牌到城前 也不助累攻城 他从哪条路来 必从哪条路回去 必不得来到这城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 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 必保护拯救这城 当夜 耶和华的使者出去 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 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威 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 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 就逃到亚拉拉地 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作王 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 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 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西西家就转脸朝墙 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呀 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 怎样存完全的心 按诚实行事 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 西西家就痛哭了 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 你回去 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 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 我听见了你的祷告 看见了你的眼泪 我必医治你 到第三日 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 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 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树王的手 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 必保护这城 以赛亚说 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 人就取了来 贴在窗上 王便痊愈了 西西家问以赛亚说 耶和华必医治我 到第三日 我能上耶和华的殿 有什么兆头呢 以赛亚说 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 这是他给你的兆头 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 是要往后退十度呢 西西家回答说 日影向前进十度容易 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 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鬼 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 比罗达巴拉旦 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 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 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 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 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 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 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 问他说 这些人说什么 他们从哪里来见你 西西家说 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 以赛亚说 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 西西西家说 凡我家中所有的 他们都看见了 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以赛亚对西西家说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日子必到 凡你家里所有的 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 都要贝鲁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 其中 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 西西家对以赛亚说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 若在我的年日中 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岂不是好吗 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永利 他怎样挖池挖沟 引水入城 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西西家与他列祖同税 他儿子马拿西 接续他做王 列王记下第21章 马拿西登基的时候 年12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 55年 他母亲名叫斜西巴 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 看没恶的事 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 赶出的外邦人 所行可憎的事 重新建筑 他赴西西家所毁坏的秋坛 又为巴黎筑坛 做亚舍拉像 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 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 在耶和华殿语中筑坛 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 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 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 为天上的万象筑坛 并使他的儿子惊火 又观照用法术 立交轨的核形巫术的 多行耶和华眼中 看没恶的事 惹动他的怒气 又在殿内立雕刻的 亚舍拉像 耶和华曾对大卫 和他儿子所罗门说 我在以色列众之派中 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 必立我的名 直到永远 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 我一切所吩咐他们的 和我仆人摩西 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 我就不再使他们 挪移离开 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他们却不听从 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 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 所灭的列国更甚 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之说 因犹大王马拿西 行这些可憎的恶事 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 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 陷在罪里 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如此说 我必将货与耶路撒冷和犹大 叫一切听见的人 无不耳明 我必用梁撒玛利亚的准绳 和雅哈加的线坨 拉在耶路撒冷上 必擦净耶路撒冷 如人擦盘 将盘倒扣 我必弃掉所余生的子民 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 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 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 直到如今 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动我的怒气 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使犹大人陷在罪里 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 充满了耶路撒冷 从这边直到那边 马拿西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 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马拿西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自己公院乌撒的园内 他儿子亚门 接续他作王 亚门登基的时候 年二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年 他母亲名叫米书利密 是约提巴人 哈鲁斯的女儿 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 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 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 敌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 不遵行耶和华的道 亚门王的臣仆背叛他 在宫里杀了他 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 立他儿子约西亚 接续他作王 亚门其余所行的事 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亚门葬在乌撒的园内 自己的坟墓里 他儿子约西亚 接续他作王 列王记下第二十二章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 他母亲名叫耶底大 是波斯家人亚大亚的女儿 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 不偏左右 约西亚王十八年 王差遣米书兰的孙子 亚萨利的儿子书记沙藩上耶和华殿去 吩咐他说 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 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 就是守门的从银中收据的银子 数算数算 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 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 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 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 修理殿余 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 不与他们算账 因为他们办事成实 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藩说 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 希勒家将书递给沙藩 沙藩就看了 书记沙藩到王那里 回复王说 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 倒出数算 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 书记沙藩又对王说 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 沙藩就在王面前读那书 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 便撕裂衣服 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藩的儿子 亚西干 米盖亚的儿子亚格波 书记沙藩和王的臣仆 亚撒亚说 你们去 为我 为民 为犹大众人 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 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 没有遵这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 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 于是 祭司希勒家和亚西干 亚格波 沙藩 亚撒亚 都去见女先知 护勒大 护勒大是掌管礼服 沙隆的妻 沙隆是哈尔哈斯的孙子 特瓦的儿子 护勒大 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 他们请问于他 他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 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 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 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 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 所以我的愤怒 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 然而 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 你们要这样回复他 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至于你所听见的话 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 要使这地变为荒场 民受咒诅的话 你便心里净福 在我面前自卑 撕裂衣服 向我哭泣 因此 我应允了你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 到你列祖那里 我要降与这地的一切灾祸 你也不致亲眼看见 他们就回复王去了 列王记下第23章 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 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 并祭司 先知和所有的百姓 无论大小 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 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 王站在柱旁 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 遵守他的诫命 法度律例 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 众民都服从这约 王吩咐大祭司西勒家和副祭司 并把门的 将那为巴利和亚瑟拉 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 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 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 把灰拿到伯特利去 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 在犹大成义的秋潭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 现在王都废去 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 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 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西边焚烧 打碎成灰 将灰洒在平民的坟上 又拆毁耶和华殿里鸾铜的屋子 就是妇女为亚瑟拉支杖子的屋子 并且从犹大的成义带众祭司来 污秽司烧香的秋潭 从加巴直到别士巴 又拆毁城门旁的秋潭 这秋潭在一载约书亚门前 进城门的左边 但是秋潭的祭司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潭 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叫饼 又污秽心嫩子骨的托匪特 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精火献给摩洛 又将犹大猎王在耶和华殿门旁 太监拿丹米勒靠近游郎的屋子 向日透所献的马废去 且用火焚烧日车 犹大猎王在亚哈斯楼顶上 锁住的坛 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两院中 锁住的坛 王都拆毁打碎了 就把灰倒在吉伦西中 从前 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 斜屁山右边 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塔路 摩押人可憎的神基姆 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住的秋潭 王都污秽了 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 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 他将伯特利的坛 就是叫以色列人献在罪里 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住的那坛 都拆毁焚烧 打碎成灰 并焚烧了亚瑟拉 约西亚回头 看见山上的坟墓 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 烧在坛上污秽了坛 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 约西亚问 说 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 那城里的人回答说 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 欲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 这就是他的墓碑 约西亚说 由他吧 不要挪移他的骸骨 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 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先知的骸骨 从前 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秋潭的殿 惹动耶和华的怒气 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 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 又将秋潭的祭司都杀在坛上 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王吩咐众民说 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 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 自从世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 直到如今 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 只有约西亚王十八年在耶路撒冷 向耶和华守着逾越节 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诡的 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 并一切可憎之物 约西亚尽都除掉 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 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 在约西亚以前 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 归向耶和华 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 在他以后 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 然而 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 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 耶和华说 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 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 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 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 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犹大列王纪上 约西亚年间 埃及王法老尼戈 上到柏拉河攻击亚述王 约西亚王去抵挡他 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 就杀了他 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 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 国民告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 接续他父亲做王 约哈斯登基的时候 年二十三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 他母亲名叫哈木他 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 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 法老尼戈将约哈斯索尽在哈马地的利比拉 不许他在耶路撒冷做王 又罚犹大国银子亦百他连德 金子亦他连德 法老尼戈立约西亚的儿子 以利亚静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 给他改名叫约亚静 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 他就死在那里 约亚静将金银给法老 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 按着个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 好给法老尼戈 约亚静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 他母亲名叫西布大 是鲁马人皮大雅的女儿 约亚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 列王记下第二十四章 约亚静年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上到犹大 约亚静服侍他三年 然后背叛他 耶和华使加勒底军 亚兰军 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 来攻击约亚静毁灭犹大 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 这祸临到犹大人 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 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 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 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 耶和华绝不肯赦免 约亚静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约亚静与他列祖同税 他儿子约亚金接续他做王 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 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 从埃及小河直到柏拉河都夺去了 约亚金登基的时候 年十八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 他母亲名叫尼护施他 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 约亚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 那时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军兵 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 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就亲自来了 犹大王约亚金和他母亲陈仆首领太监 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 巴比伦王便拿住他 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 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 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 并所有大能的勇士 共一万人 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 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 没有剩下的 并将约亚金和王母 后妃 太监 与国中的大官 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 又将一切勇士七千人和木匠铁匠一千人 都是能上阵的勇士 全掳到巴比伦去了 巴比伦王立约亚金的叔叔马探亚 代替他作王 给马探亚改名叫西底加 西底加登基的时候 年二十一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 他母亲名叫哈木他 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 西底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是照约亚金一切所行的 因此耶和华的怒气 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 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 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 西底加背叛巴比伦王 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 对城安营四围筑类工程 于是城被围困 直到西底加王十一年 四月初九日 城里有大饥荒 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 城被攻破 一切冰丁就在夜间 从靠近王源两城中间的门逃跑 迦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 王就向亚拉巴逃走 迦勒底的军队追赶王 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 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 迦勒底人就拿住王 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 在西底加眼前杀了他的重子 并且关了西底加的眼睛 用铜链锁着他 带到巴比伦去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十九年五月初七日 巴比伦王的臣仆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 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 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 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 跟从护卫长迦勒底的全军 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 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 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 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 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众最穷的 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 耶和华殿的铜柱 并耶和华殿的盆座和铜海 迦勒底人都打碎了 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 又带去锅 铲子 蜡简 条羹 并所用的一切铜器 火顶 碗 无论金的银的 护卫长也都带去了 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 一个铜海和几个盆座 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 这一根柱子高十八轴 柱上有铜顶高三轴 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 都是铜的 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网子 护卫长拿住大祭司西莱雅 副祭司西藩雅 和三个把门的 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 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五个人 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 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六十个人 护卫长尼布萨拉旦 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 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 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 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所剩下的 巴比伦王立了沙藩的孙子 雅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做他们的省长 众军长和属他们的人 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 于是军长尼探亚的儿子以什玛利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尼陀法人丹护灭的儿子西莱亚 马加人的儿子亚撒尼亚 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 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启示 说 你们不必惧怕迦勒底臣仆 只管住在这地 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 七月间 宗室以利杀马的孙子尼探亚的儿子以什玛利 带着十个人来 杀了基大利和同他在米斯巴的犹大人 与迦勒底人 于是众民无论大小 连众军长因为惧怕迦勒底人 都起身往埃及去了 犹大王约亚金被掳后三十七年 巴比伦王已为米罗达元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使犹大王约亚金抬头 提他出监 又对他说恩言 使他的胃高过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胃 给他托了囚服 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 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 日日赐他一份 终身都是这样 请不吝点赞 转发明 空糿 请不吝点赞 转发明 支持明镜方